第五部 帝国飘摇 诸易军篇 第八章 阴谋 唯一的漏洞 龙庆六年 1572 6月10日 第一波攻击开始 这一天 司礼间掌印太监冯宝刚刚上班 便收到了一封成交皇帝的奏书 作者是高拱 他立即打开阅览 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奏书的大致内容是说 太监不过是下人 却一直参与政治 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 特向皇帝陛下建议 收回私礼间的权利 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宝猛了 却并非因为恐惧 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 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 冯宝早有心理准备 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 动手是迟早的事情 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 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颂皇帝的 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 随着皇帝越来越拦 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成 皇帝往往看也不看 就丢给内阁 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 然后再转给司礼间披红盖章 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 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 不管是 文件都是我盖章 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 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 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宝把脑袋想破 也没明白怎么回事 但这个事总得解决 于是他扣住了奏书 没有转交内阁 而是自己代替皇帝 在上面批了六个字 然后批红盖章 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 知道了 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 什么祖制 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 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宝的笔下 却只是冷笑了一声 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宜说了这样一句话 十岁太子 如何治天下 高宜摇了摇头 张居正笑了 冯宝 你尽管闹吧 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力痕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 而是再次送上奏书 并特地说明 皇帝公务繁忙 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 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 内阁有人管 谁管 不就是高拱吗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 翻译过来就是 冯宝同志 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 签了我的奏书 这次就不劳烦你了 把我的奏书交给内阁 当然 也就是交给我 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 冯宝就头大 要撕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 反正这封奏书只是要个名分 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 他把奏书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 比逢宝友文化的多 轮到他当皇上 大笔一挥刷刷刷 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十九个字 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书 对时政非常有用 显示了你的忠诚 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 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宝那里 看了高拱的批复 他哭笑不得 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 但无奈之下 他还是盖了张 不就要个名分吗 你还能翻天不成 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 高拱得意的笑了 冯宝 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龙庆六年 1572 6月12日 计划圆满完成 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龙庆六年 1572 6月13日 冯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一大早 公布都给是中成文上书 弹劾私理间掌印太监冯宝最大恶极 应于承办 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 竟然曾向先帝 龙庆皇帝 尽送邪造之药 春药 导致先帝因此而死 此外他还假传圣旨 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 总之一句话 奸恶之徒 罪不可赦 赵承文兄的说法 不但冯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 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 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 礼部都给是中陆树德 礼部都给是中落求上书 弹劾冯宝窃权缴照 应于逮捕审问 这还是明的 要知道 成文 陆树德 落求都是都给是中 也就是所谓科长 手下都有一大批给是中科员 科长出马 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 四处串联 拉关系闹事 京城里人声鼎沸 杀气冲天 不把冯宝千刀万寡不算完事 冯宝崩溃了 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力痕 但他已然束手无策 而且高拱手上还有纳封批准免出司礼监全力的奏书 找皇帝说理也没戏 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事情十分顺利 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 天下将尽在我手 龙庆六年 1572 6月14日 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 张居正 高仪 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 但毕竟是内阁同僚 要想彻底解决冯宝 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 无论高拱说什么 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 也不讲话 于是寒暄几句之后 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 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 并尊为上宾 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 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 当然 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 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前 为表示决心 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宝 一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 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 他要忙着去找冯宝 至此 冯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 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 满朝都是高拱的人 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 唯一的盟友张居正 也不过是个四府 无济于事 冯宝急了 张居正却丝毫不乱 他镇定地告诉平宝 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宝恍然大悟 这段时间忙里忙外 圣旨都是自己写的 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 虽说他才十岁 但毕竟是皇帝 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 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 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平宝的疑问 张居正陷入了沉思 很快 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 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 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龙庆六年 1572 6月15日 冯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 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 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 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 既然是图谋不轨 那自然要听听的 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 抬起头准备听故事 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 冯宝是有犯罪证据的 且证据确凿 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 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 如何治天下 到十岁孩童 如何做天子 只改了几个字 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 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 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语 耍两面派 狡诈阴险到了极点 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 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 不是皇帝 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 就是李贵妃 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 绝无不敬之意 只是他确实是个寡妇 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 曾几次谈到张居正 讲完后下面地条子上来提问 总有这样一个问题 据说李太后 即李贵妃 和张居正有一腿 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 我总是十分认真的回答 那位认真的求知者 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 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 有什么冬瓜豆腐 史书也不会写 至于也使张大人和李寡妇 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 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 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 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 只是一个宫女出身 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 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 而且宫于心计 城府很深 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 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 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利 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 皇帝刚刚去世 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 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 做大 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 还和冯宝唱了双簧 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利 另立藩王 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利 都憋不住了 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 深深地伤害了 他幼小的心灵 直到后来高拱死了 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 可见受毒害之身后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 高拱那个干兽老头 一看就不是好人 张居正自然不同了 不但有才能 而且长得帅 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龙庆六年 1572 6月16日 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 因为一大早 宫里就传来了消息 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 进宫开会 在他看来 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 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 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一反常态 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 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 什么病不知道 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 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 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 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 不说中风瘫痪 至少也说你学了才好办 中暑又死不了人 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 还说了一句之后 看来很可笑的话 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攻理论 如果触怒皇上 我就辞职不干了 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 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 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 我是要当的 不过 无需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 张居正还是上路了 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 要慢点走 高大人你先去 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 张居正还算个后党人 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性冲冲的朝早朝地点 无极电走去 却意外的发现 一个手持圣旨的人 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 于是他跪了下去 准备接受喜报 先帝冲天 吉卦 之日 曾召集内阁府城 说太子年幼 要你们辅政 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 藐视皇帝 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 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贤助 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 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饱 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 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 彻底崩溃了 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 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 是面如死灰 汗如雨下 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遇到 你总这么站着也不是个事 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 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 把自己扶了起来 所谓雪中送炭 高拱用感激的眼神 向身后投去了深情的一瞥 却看见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食言 他还是来了 时间刚刚好 圣旨念完 人还没走 看起来 他刚知道这个消息 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 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 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 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 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 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 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 他聪明绝顶 历经三朝 审时夺势 在狂风暴雨中毅然不到 熬过了严嵩 赶走了赵真吉 殷氏丹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 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 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 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傻也别说了 这就是命 离开皇宫的高拱 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 他必须马上就走 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 说滚就滚 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 一般官员被罢职 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 凭着证件 可以免费领取马匹 在路上还可以驻官方招待所 驿站 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 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 催促他赶紧滚蛋 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 只好找了几头骡子 将就着出了城 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 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 真是有够狠 离开了京城 刚刚喘口气 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 与当兵的不同 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 一战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 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 张大学是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 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 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 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 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 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 做坏事要擦屁股 这就叫善人 第一个独裁者 高拱愤怒了 他不是白痴 略加思考 就明白自己上当了 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 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 然而为时已晚 赶我走的是你 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 既上香又拆庙 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 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 不收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 在此后的岁月中 他埋头于学术研究 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 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 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 一个响亮的称呼 惊人 张居正是胡广荆州人 人走了 事情也该完了 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 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 道德水平 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 还在后头 此时 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 他巧妙地利用了 冯宝与高拱的矛盾 指出了几个点子 就整到了这位老道的政治家 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 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 在嘉靖的英明代工下 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 开始了角逐 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 大家都赤脖上阵 尽身肉搏 徐杰等死了路饼 除掉了严世帆 把持了朝政 却被高拱一杆子打翻 家破人亡 之后高拱上台 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 一直低调的张居正 他等到了最后 也熬到了最后 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 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松输给了徐杰 不是正义战胜邪恶 而是他不如徐杰狡猾 徐杰输给了高拱 不是高拱更正直 而是因为他更精明 现在我除掉了高拱 所以事实证明 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 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 我曾经的朋友 再见了 我曾经的同僚 你的雄心壮志 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 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 我也不想坑你 但是很可惜 那个位置实在太急 大臣是我的棋子 皇帝是我的傀儡 天下在我的手中 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 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 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 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 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 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但凡有什么事情 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 批完后 去找死党冯宝批红盖章 他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这位仁兄刚十岁 能看懂连环话就算不错了 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 孤儿寡母全指望他 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 一句话 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 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 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纵观中国历史 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 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 可谓是登峰造极了 要换个人 作威作福 前呼后拥 书书坦坦地过一辈子 顺便搞点政绩 身前想大福 身后出小名 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 张居正不是小名人 是大名人 大的没边 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 只要不是文盲村 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 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 改革 什么叫改革 通俗的解释就是 一台机器运行不畅 你琢磨琢磨 拿着班兽螺丝刀上去 鼓刀鼓刀 东敲一把 吸碰一下 把这玩意整好了 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 但要真干 那就麻烦了 因为历史证明 但凡干这个的 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 其结局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改了之后 被人给集了 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 辛辛苦苦几十年 什么不怕天变 不怕人愿 最后还是狼狈下台 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 是改了之后 被人革命了 代表人物是王王 这位仁兄 力经图治 想干点事情 可惜过于理想主义 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 命都给集没了 由此可见 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两个字 利益 你要明白 旧机器虽然破 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 你上去乱敲仪器 敲掉哪个部件 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 性格好的 找你要饭吃 性格差的 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 总之是不闹你个 七婚八素是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笔做一台机器 那就大了去了 您随便动一下 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 要闹起来 堕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 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 明知有压力 明知有危险 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 饿死的鸡民 无耻的官员 因为他知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能靠神仙皇帝 因为他相信 穷人也是人 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 官场沉浮之后 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 理想 在我小时候 一说起张居正 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 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 这位人兄在我的印象里 是天字第一号苦人 轻正联名 努力干活 还特不讨好 整天被奸人整 搞了一个改革 还没成功 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 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 这位张兄弟既不轻正 也不联名 拉帮结派打击一几 那都是家常便饭 要说奸人 那就是个笑话 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 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 不管我左看右看 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 要干的活都干了 要办的事都办了 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 是一个既不悲惨 也不阴郁的故事 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 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 王安石变法 当然 大家都知道 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 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 我就不凑热闹了 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 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存在的东西 必有其合理性 否则他就绝不会诞生 而王安石不太懂的这个道理 他痛恨旧制度 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 吃闲犯的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 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 或许不合理 却也是无数前人 伟大智慧的结晶 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 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 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 要聪明得多 僵化也好 繁琐也罢 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 什么轻描法 搞得不亦乐乎 热火朝天 搞到最后却不能用 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 他很实在 要知道 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 当时的领导宋神宗 是个极不安分的人 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 解放全中国 恨不得一夜之间 大宋国父民强 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 就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 家境就懒得出奇了 反正全国统一 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 最大的兴趣就是 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 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从小汉林到大学市 他吃过苦头 见过世面 几十年加缝中求生存 壮志凌云 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 他就报定了一个原则 让自己活 也让别人活 具体说来 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 大家也不要造我的烦 我去改革 大家少摊点 各吃各的饭 互不干扰 改而不及 是未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 他刚接任首府 大权在握不久 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 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 自从高拱被赶走后 便开始寝食不安 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 连他一锅端了 日复一日 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 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 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 因为从根子上说 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 却比高拱还要独裁 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 就觉得不爽 管你老实不老实 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共同创业的人 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 同舟共济 同床异梦 同是操歌 同归于尽 于是自家境登基时起 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 张居正忠于一统天下 上有皇帝他妈支持 下有无数大臣捧场 外有亲信七纪光守边界 内有死党逢保管公章 皇帝可以完全无事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比真皇帝还皇帝 一呼百应 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 赶出生就灭了他 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 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忠于 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 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 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 总有一大堆的时间 地点 人物以及背景 意义等等等等 当年本人深受其害 本着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精神 就不啰嗦了 简单说来 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叫做一条边法 这个名字很不起眼 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 用今天的话说 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边法 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 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 看了头晕也别见怪 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 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 下面说实在的 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 国家收税 老百姓交税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毕竟朱仲巴等人不是慈善家 出生入死打江山 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 各朝各代都不同 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 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填税 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 你中了皇帝的地 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 土天之下莫非王土 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 都是他的资源 有几个人交几份钱 这是义务 三是姚意 说穿了就是苦利税 所谓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遇到修工程 搞接待的时候 国家不但要你出钱 有时还要你出利 两手一起抓 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 要是我那里都是山 没田怎么办呢 或者说我有田 但不种粮食 又怎么办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 权力可以不享受 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 是有什么浇什么 山里产蘑菇 你就浇蘑菇 山里产木材 你就浇木材 田里要种苹果 你就浇苹果 要种棉花 你就浇棉花 收起来放仓库 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各把刁民可能会问 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 你又没冰箱 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 放心 朝廷有办法 做成咸鱼 不是照样交吗 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 上千年就背着 这么三座大山 苦巴巴的熬日子 实事求是的讲 在中国历史上 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 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 或是几等用钱的人外 对百姓负担 还是很重视的 田赋的比例 基本都是二十比一 百分之五 或是十比一 百分之十 能收到五比一 百分之二十 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 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 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 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 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 各级官吏很快发现 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 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你浇苹果 它可以挑三减四 拿起一个 说这个个头小 算半个 那个有虫眼 不能算 你浇棉花 它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 抵一半 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 最大的麻烦是姚意 因为田父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 县太爷赖不掉 姚意可就不好说了 修河堤 给驿站当差 整修道路 这都是姚意 完成了任务 就算完成了姚意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 县太爷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 遇到良心好的 还能照实记载 遇到不地道的 就要捞点好处 你要没钱 他就大笔一挥 没干 有意见 这是我说了算 说你没干就没干 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 在当时 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 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 是不值得信任的 有漏洞不钻 有钱不捞 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 总之是一句话 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 朝廷没有好处 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 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 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 且林林总总 花样繁多 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将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 京城里吃不了 本地人又不缺 听说西北缺粮食 那就往那边运吧 一算 粮价还不够运输费 那就别折腾了 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 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 除了粮食 还有各种土特产 中药药材等等 却没有多少银两 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 又占地方 还要仓管费 遇上打仗 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 提及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 想了个馊主意 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 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 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 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 国家现金不够 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 剩下的用棉花底 不过你放心 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 如果等价交换 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 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 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 这绝对不是搞笑 自朱元璋以来 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 有时是粮食 有时是药材 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 胡乱印刷的不值钱 早上领工资 下去就去集贸市场 兼职小商贩叫卖的 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 百姓受了苦 全便宜中间那帮归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 改变这一局面 他吸取地方经验 推出了一条编法 一条编法的内容很多 但最主要的 是颁布统一规定 全国税收由食物税变为货币税 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 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 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 不管是填富 姚意还是人头税 都有了统一的标准 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交上来真金白银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 根据官员避摊定律 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 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 水果 药材 丝绸 都按照规定 折算成银两上角 而折算比率 虽是由朝廷掌握 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 适当照顾照顾 从中捞一笔 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 朝廷拿到的 是白花花的银子 老百姓也不用听评官员糊弄 贪也好 抢也好 说好了 宰一刀就宰一刀 至少日子好过点 官员们好处少了 但也还过得不错 就这么这了 所以事实证明 越复杂的政策 空子就越多 越难以执行 王安石就大体如此 一条边法虽然看似简单 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 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边法 就此名刘青史 并长期使用 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 雍正十七十行贪丁入母 将人头税归入田赋 才算划三为二 实际上一点都没减 换了个说法而已 姚依直到解放后 才正式废除 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 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 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 这是个实在化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 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 张居正上书皇帝 当然了 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 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 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 岁有机 始生必忠实 事可则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 就此诞生 而他的名字 就是此句的头为两字 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 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 那很正常 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 那就不正常了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 但他很清楚 制度是次要的 执行是主要的 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 辛勤工作 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 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 就是记账 比如一个知府 每年开出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名 抄路成策 自己留一份 张居正那里留一份 到了年底一对 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 那就恭喜你了 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 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 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 从中央六步到边远山区 如不照办 一概都照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 新官上任三把火 雄心勃勃一回 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 所有有些官凶也不在意 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 可他们把牙咬碎 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 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 比如万历三年 1576 有人反应 付税实在太难收 你说收十万就十万 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逃银子 事实证明 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 很快 他就颁布规定 从今以后地方付税 只要收到一定数量 就算没收权 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 大家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算着完 我能收到九成 还用较苦吗 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 收不收得到 那是你的事 处不处分你 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 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 运气实在不好 死收活收就是没收权 更可笑的是 其中有位人兄 赋税收到了八成八 还是被咔嚓一刀 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 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 认真干活 兢兢业业 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 那就菩萨保佑了 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 考成法能够实施 那还要靠张居正 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 也是一路混过来的 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 贪污伎俩 他都清清楚楚 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 下面这帮小年轻 还在啃烧饼 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 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 但并非全部内容 因为事实上 张居正相当狡猾 在那封信中 他还偷偷夹砸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 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 这句话很不起眼 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是留到后面讲 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 官员们勤勤恳恳 努力工作 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 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 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争争日上的同时 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七纪光自然是头把交椅 虽说他只是个总兵 职务比弹伦和王虫谷要低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个人的后台太硬 哪怕是兵部上书 每次到冀州视察 对七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 张居正对七纪光实在是好的过了头 下属不听话了 换 副手不听话了 换 上司不听话了 换 这么一搞 就把七纪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 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 偏偏这位七大哥还很会来世 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 他都要亲自作陪 请吃请喝请娱乐 玩事还要送土特产 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 如此猛料的人物 谁惹 在七纪光之前 17年间 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 平均任期1.7年 没办法 这个鬼地方 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 守这里不是被打跑 就是被打死 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 实在没法呆 但七纪光就不同了 他到这里之后 只打过几个小仗 之后一直镇守边界16年 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 还是他守得太好 刚到边界不久 他就大力推广修建风火台 把城墙连成一片 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 此外 他还大力发展火器 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 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 好歹还用个鸳鸯阵 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 蒙古骑兵每次来 还没等挨着城墙 就被一阵乱枪扫射 等你在城外跑累了 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 这么个折腾法 蒙古人实在受不了 长辞以往 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七纪光这边密不透风 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 去浑饭吃 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 镇守辽东的 恰恰是李承良 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 他所管辖的地方 既不修城墙 也不搞火气 防务看似十分松懈 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 想抢一把 可是事实告诉他们 李总兵虽然不弃墙头 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 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别人都怕骑兵 唯独李承良不怕 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 手下有一只精锐的骑兵 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 在他镇守期间 出战三十余次 战无不胜 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 让人闻风丧胆 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 官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 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 杀人太狠 也有点混 还惹了个大祸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到时在讲 冀州和辽东 有这两人守着 宣大那边也不打了 大家正忙着做生意 没有功夫打仗 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 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 边界安宁 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 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 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而这一切的缔造者 正是张居正 这次给了 一曲 然后 最后 小优毛 完全 低小优毛 来 瘥